不要怕跌跌 因為你跌跌了才有新的機會 是對於聲音的追求 不是說彈得快 技巧 除了這些之外 聲音 你在鋼琴上 怎樣可以做得很軟 很漂亮的聲音 這件事其實對我之後 後學指揮也影響很大 其實指揮不是說 你會在座場上自己走 其實不是這樣 而是你怎樣對一份樂譜的理解 對其他樂器的理解 引起到每一個音樂師 去將他最好的演繹出來 很開心的回到APA 因為看到學弟學妹 眼睛充滿著 curiosity 我很開心看到他們有這件事 同時因為他們有 也都可以 引起我 提醒我自己 能夠 保持 curiosity 讀音樂呢 是一個很長的路 你一定會跌低 你一定會遇到挫折 你一定會有時間 有一段可能很長的時間 你會很 lost 你會 究竟下一步要怎樣走 究竟下一步要怎樣做 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這段時間是最重要的 這段時間如果你能夠 轉得出來 你能夠更加用這段時間 去了解到自己 用這段時間去更加充實你自己 你會成為更加好的一個 你會成為更加好的一個 不單是音樂者 更加好的人 你會成為更加好的 你會成為更加好的 你會成為更加好的